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936新闻资讯 首先我们把目光转向国会 在民众当中是有过激烈碰撞的总理执斯坦·艾顿 以及国家党的党魁克里斯托弗·拉克森 今天是把战场转移到了国会当中 在今天下午的质询时间里面 两人就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是进行了激烈的对峙 总理执斯坦·艾顿率先表示说 工党政府对于减薪家庭经济压力是认真的 而昨天所削减的燃油税 就是减轻生活成本的一些基本计划一部分 而拉顿同时也不忘嘲讽一下对手 他说国家党的政策就是在为富人减税 在工党忙着为民众盖房子的时候 反对党只知道卖房子并且把房价继续地推高 而拉克森就反驳说 政府只是懂得挥霍金钱 不懂得如何兑现竞选时的承诺 并且也让住房的危机变得更加糟糕 而另外在今天中午宣布将会退出政坛的 国家党财政事务发言人Simon Bridges 也在国会当中继续地质询财政部长 Gran Robertson 他在国会当中就生活成本的问题 向工党政府进行询问 特别指出食品和蔬菜的价格 今日飙升了很多 此外能源和住房的成本也都在膨胀 而政府也需要全方位的减税 财政部长Robertson就回答说 国家党只热衷于不断地重复旧的政策 比如说为罪负的人进行减税 并且为年收入4.5万纽币的人士 每周增加两纽币的收入 而Bridges也继续问道说 工党会不会在今后的日子会想念它 而Robertson则开玩笑地说到 也期待Bridges主持豪牛宝宝专场的节目 最后再来看到和疫情相关的一些消息 新闲教育部证实在一些学生参加完 霍林顿地区的一个学校营地活动之后 大部分人的新冠检测都呈阳性 虽然在红灯状态之下 课外的教育活动可以经过仔细的规划而进行 但是一位儿童医生就表示说 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 学校应该暂时的取消所有的活动 教育部运营和整合的负责人表示说 部门已经获悉上个月在学校营地 所发生的染疫事件 但是不会提供学生的人数 也不会公布学校的名称 但是霍林顿一位教育工作者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 他知道是哪一个营地的活动 在60名的儿童当中有21人被感染 更多的新闻资讯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NZ936.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